她和大姐之间的感情因一个男人而破裂 最终两姐妹是彻底的落掰了 再也没往 之后她入狱十二年 期间竟只有妹妹来看望她 说父母和大姐她们都不愿意来探紧 出狱后的她靠妹妹的阶级生活 最后又为何将妹妹告上法庭 亲妹妹侵占我一百万 法律讲堂 即将播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2014年8月的一天 在北方某小区的公寓里面 一个叫邓丽的女人 用手指着自己的妹妹邓平 细愤地说 好你个邓平啊 你的心真黑啊 一百万全被你吞了 而且还骗了我这么多年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邓平却委屈地说 这些年我每个月都到监狱去看你 你生病了 我还买药给你 到现在那一百万早就用完了 我哪里还有钱给你啊 邓丽是留着泪说 我是你亲姐啊 我这坐了十几年的牢已经够苦了 你把钱还给我吧 这可是我的救命钱啊 听完这话 邓平是一言不发 摆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姐姐邓丽是气得直发抖 瘫坐在地上嚎啕打哭 这对姐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还得从姐姐邓丽 不幸的婚姻开始讲起 原来邓丽在十多年前啊 曾经因为持刀杀夫而被判重刑 事实上 邓丽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 她所有的不幸都来源于一场失败的婚姻 邓丽的娘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邓丽姐妹三个人 邓丽排行老二 这高中毕业的邓丽没有考上大学 于是跟着开理发店的大姐一起做事 大姐对邓丽那是言传生教 对她很是照顾 姐妹俩的感情非常好 就在邓丽在理发店学艺的这段时间里边 理发店里经常来的一个叫秦朗的男人 对邓丽是花言巧语 还经常送些小礼物给她 在邓丽的心目中啊 她认为秦朗对她是体贴如微 将来肯定能够给她带来一辈子的幸福 所以啊 邓丽很快的就坠入了爱河 可是邓丽的父母和大姐都坚决反对 她跟秦朗交往 因为秦朗这个人嘴很甜 但是心眼却很小 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怪异 而且啊 听说她还有酗酒的坏毛病 说如果邓丽要选秦朗的话 那以后就一刀两断 别再回这个家 万万没想到 这倔强的邓丽竟然执意的 就是要嫁给秦朗 并且在秦朗的鼓动下 从此真的以父母断绝了往来 由于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 再加上秦朗呢 也不太愿意让邓丽出去工作 所以啊 邓丽这结婚以后 每天都在家里边做做家务 直到有一天 邓丽没跟秦朗打招呼 就和高中的女同学一块 外出去聚会 谁知道啊 这傍晚回到家 这邓丽一推开门就发现 家里边是凌乱不堪 这窝碗瓢盆都洒了一地 秦朗喝的是明听大嘴 一见邓丽一个巴掌就扇在他的脸上 直接把邓丽打倒在地 邓丽看到秦朗那扭曲的脸 吓得根本不敢出声 这还是那个温文尔雅的丈夫吗 邓丽第一次啊 流泪到天 第二天 清醒后的秦朗看到满身世伤的妻子邓丽 不断地道歉 请求妻子的原谅 善良的邓丽看到一脸诚恳的丈夫 还是选择了原谅 可是让邓丽不知道的是 他噩梦般的生活也就这样开始了 从那以后啊 这丈夫秦朗的疑心病就犯了 每一回他出门啊 就要盯着邓丽 邓丽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活着 不敢和旁人多说一句话 可是秦朗呢 却是越来越酗酒 只要一喝醉 他就无端地指责邓丽 而且啊 他还不允许邓丽有任何的反抗 甚至连躲一下都不行 否则便是一顿毒打 这邓丽是一个要强的女人 尽管她遭受了这样的家庭暴力 可是她呢 却咬着牙 没有对任何人说 她只对最亲近的大姐啊 略微地说了那么一点点 这大姐劝邓丽早点离婚拉倒 现在的邓丽很后悔 当初没有听父母的劝阻 以至于现在过得如此不堪 而且因为丈夫的家庭暴力 已经导致自己两回流产 对于未来 邓丽已经绝望 邓丽曾经鼓足勇气 向丈夫提出离婚 可是得到的却是秦朗的一顿 拳打脚踢 这打完以后 秦朗还威胁说 想离婚是吧 那你就是死路一条 我不但要把你给杀了 还要把你全家都杀光 尤其是那个劝你离婚的大姐 如果你还和她往来的话 我第一个就要灭了她 听到这话 邓丽害怕了 从那以后 邓丽是再也不敢去找自个的大姐 并且有欲地疏远 保持距离 可是邓丽的大姐并不知道秦朗对邓丽的这番威胁 她大姐眼看着妹妹邓丽对她疏远 她是恨铁不成钢 原本感情很好的梁姐妹为这个事是大吵了一架 最终梁姐妹是彻底的落掰了 再也没有往来 心奴刀脚的邓丽就这样痛苦地咽下了这么一苦骨 可是更悲哀的遭遇还在后边 在几个月后 邓丽第三次怀孕了 可是她的苦日子并没有因为这次怀孕而有任何的改变 就在那时候 邓丽听说自己的母亲住院动了手术 心生悔意的她很想去看一看自己的母亲 并且邓丽很想借着探病的这个机会 与父母和大姐她们重归已好 可是没想到的是 这邓丽刚一进门 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想法 她就被愤怒的父亲给轰了出来 老父亲说了 你不听家里人的话 自找苦思 现在还来弃着生病的母亲吗 我们邓家没你这样不孝的女儿 邓丽是一路哭着走回了家 她的情绪已经完全崩溃了 可是刚刚到家的她 又被喝醉酒的丈夫勤朗 无故殴打 这种殴打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邓丽遭受了一夜的毒打 感到自个儿是下腹腾腾鲜血之流 她知道自己这刚怀上的孩子肯定又没了 邓丽觉得自己所遭受的委屈和痛苦 都是那个恶魔般的丈夫秦朗造成的 这种没有未来的日子早应该结束了 而只有秦朗死了 自己才可以得到解救 想到这儿 他做了个惊人的举动 邓丽是冷着疼痛拿起了菜刀 对着睡梦中的秦朗猛砍下去 他亲手杀死了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快乐 现在又把他推入痛苦深渊的男人 这杀人后的邓丽主动地打了110和120 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警察和医生赶到现场以后 确认秦朗被杀当场死亡 这邓丽因为遭受暴力的殴打已经流产 急忙送往医院救治 直到这个时候 邓丽的家人这才真正的明白 邓丽这些年他所遭受的不幸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几个月以后 邓丽因为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有期徒刑13年 在邓丽刚刚服刑的时候 他拒绝了父母和大姐的探监请求 因为邓丽觉得 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毁了 这一切怪不得别人 要怪就怪自个儿吧 他已经身无所谓 无脸见人了 只有这个小妹邓丽 每个月都会来探监 就这样 日子一晃就过了好多年 在情感挫折和牢狱生活的双重折磨之下 邓丽的身体被过早地摧残 他患上了多种疾病 此时的邓丽经过小妹这么多年的劝导 也终于慢慢地释怀 他主动提出 希望能够和自己的父母大姐见个面 可是就在邓丽憧憬着 马上就要和家人见面的时候 小妹邓丽却告诉了她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 邓丽是这么说的 说父母和大姐她们都不愿意来探监 她们认为你是咎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在她们的心中早就没你这个人了 听到这话 邓丽有些落寞 片刻之后她苦笑着对小妹说 她们这么做我也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我曾经伤透了她们的心 我现在只希望她们过得好就可以了 我都这个样子了 还奢望什么呀 此时小妹邓丽还带来了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 这家里边的老宅刚刚拆迁 获得了几百万的补偿 可是家里人认为 邓丽没有尽到女儿的责任 所以家庭会议决定 这补偿款邓丽一分钱都没有 听完这个消息 邓丽的心很痛 其实邓丽她不在乎这些补偿款 但是父母和大姐的这种冷漠跟无情 让她无比的心痛 就在这一天 邓丽和邓萍这两姐妹隔着玻璃 痛哭了好久好久 这时间飞快 转眼又过了好几年 邓丽的身体是更加的虚弱了 鉴于她的身体状况 再加上她在狱中的良好表现 邓丽获得了减刑 终于她在服刑12年后出狱了 邓丽和大姐重逢后得知的真相让他们一惊 父母和大姐早就原谅了邓丽 邓丽并没有把家人的决定如实地转告自己 妹妹邓丽为什么不让邓丽和家人见面 现在看来邓丽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把自个儿名下的一百万赞为集 那一百万元是怎么回事 妹妹真的会因金钱而不顾亲情伤害姐姐吗 亲妹妹侵占我一百万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出狱后的邓丽是无家可归 多年城市隔绝的生活 让他对外面的世界是不知所措 唯一让邓丽欣慰的是 这小妹邓丽啊 这些年对自己的关心始终没有变 到如今还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住处 可是要命的是 邓丽患上了严重的肾病 已经到了非患胜不可的地步了 这严重的肾病让邓丽是痛苦难忍 可是他再也不好意思跟小妹开口借钱去治病 自个儿现在吃的住的 那都靠小妹在接济 怎么好再拖累自己的小妹呢 所以啊 再怎么痛苦 邓丽他也强忍着 每当夜色冷静的时候啊 邓丽总会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他总是想着 自己曾经对家人的伤害 以及后来家人对自己的失望 邓丽自责而彷徨 这内心无比痛苦 他想念父母 想念大姐 可是实在没有那份勇气去面对 邓丽也曾经跟妹妹邓丽打听 父母现在的柱子 他想要偷偷地去看一下 可是邓丽却告诉邓丽 说父母他们过得现在很好 并且啊 父母已经知道邓丽出狱了 可是呢 父母带话 叫邓丽别再去打扰他们的生命 听了妹妹邓平的话 邓丽心里难受极了 因为从妹妹转达的话语中 她听得出 父母至今还是没有原谅她 难道一切都回不去了吗 她一边自责着 一边痛苦地活着 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她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这邓丽因为肾病的发作 就晕倒在街头 这恰巧碰到了下班回家的大姐 这大姐把邓丽送到了医院 面对苏醒后的邓丽 这大姐是泪流满面 大姐是这么说 当年你不肯告诉我们实情 是我们误会你了 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不但没帮你 还把你给轰走了 这些年我们全家人都很内疚 你这入狱以后 我们一直想去看你 可是你却不愿意见我们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连出狱都不告诉我们一声 你还在记恨我们吗 你现在病得这么重 又没人照顾你 你让在天之灵的母亲 怎么能够安心啊 什么 妈妈去世了 小妹没告诉我 但你惊讶过后 又落寞地说 我怎么会怪你们呢 是我当初不听你们的话 让你们伤心了 我当初之所以不同意你们探监 只是因为我觉得 没脸见你们 后来我给小妹邓平说过 想见见你们 可是你们却再也不想见我了 现在我出狱 变成这个样子 就更没脸去打扰你们了 听到这话 大姐是连连摇头 谁告诉你 我们不想见你的 我们这些年天天都盼着 想和你见面 特别是老母亲 这临死的时候 她还在念叨着你 要我们等你出狱以后 好好地照顾你 接着 大姐就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给了邓丽听 原来在邓丽入狱之后 父母和大姐早就原谅了邓丽 只是因为邓丽自个儿无法释怀 这才导致家人无法探监 在几年前的时候 这邓家老宅拆迁 总共获得了三百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对于这笔钱的分配 老母亲说了 小丽她这辈子没想过福 想到她 我这心里就难受 我想多分点钱给她 让她以后能够好好地过日子 你们姐妹俩不要有意见 最终家庭会议决定 留下一百万给邓丽 父母拿六十万用来养老 大姐和小妹两个人 每个人七十万 大家还一致决定 让小妹邓丽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狱中的邓丽 在邓丽探监之后 小妹告诉家人 说邓丽还是不愿意见父母 同时说邓丽委托她来保款这个拆迁款 邓丽的这个表态 让家里人的心中很失落 听到大姐的这些话 邓丽心里明白了 当年小妹邓丽并没有把家人的决定 如实转告自己 她还欺上瞒下 故意制造误会 现在看来邓丽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把邓丽那一百万元 占为己有 伤心的邓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大姐 说到动情之处 两个人都是气不成声 这一对早已断交多年的姐妹 终于重归于好 哭了好一会 大姐擦干眼泪提出 要把邓丽带到父亲那边去 并且打电话叫小妹邓丽来解释一下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于是这才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讲的那一幕 邓丽她面对姐姐的质问 她是一言不发 这个时候在一旁的老父亲气得浑身发抖 一个劲地说 邓丽啊 你心怎么这么狠 你还世人吗 说完这话 这老父亲胸闷得差一点就晕倒 大姐赶忙上前安抚老父亲 对着小妹邓丽说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不追究你的责任 你二姐啊 她是必须要去换胜的 你赶紧把那一百万拿出来 给她治病吧 可是无论大姐怎么劝说 邓丽都无动于衷 说来说去 就是两个字 没钱 那这个邓丽是不是真的没钱 当然不是 老父亲和大姐都知道 邓丽在十多年前就离了婚 由于刚读中学的儿子 选择和他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这邓丽一气之下 连儿子的关系也断绝了 后来邓丽也没有再婚 一个人过了十多年 邓丽这个人平时生活还是比较节俭 所以按理来讲 邓丽当年拿到的将近一百七十万元的拆钱款 不可能就没了 肯定是他藏着不愿拿出来 可是无论家人怎么劝说 邓丽都一口咬定 说这钱用完了 反正就是不同意把钱还给邓丽 老父亲被这小女儿邓丽气得是住进了医院 整个邓家闹得鸡犬不赢 既然小妹不肯把钱拿出来 那邓丽呢 她只能把妹妹邓丽告上了法庭 很快啊 人民法院就依法判决 妹妹邓丽必须在十天之内 把这一百万元连本代息还给姐姐邓丽 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法院判决的第二天 邓丽却把她自个的房子偷偷的就卖了 拿了卖房款逃到国外 消失得无影无踪 妹妹邓丽逃到国外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那个没有能够执行的判决也成为了邓丽心中最大的心病 邓丽一年后回国 当天就被法院依法拘留 她却态度嚣张 不就是司法拘留吗 最多十五天 到时候你们还得放了我 邓丽拒不执行判决是否属于更严重的犯罪 她侵占姐姐拆迁款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背景 亲妹妹侵占我一百万 法律奖堂正在播出 这小妹邓丽以欺骗的手法 拿走了邓丽的拆迁款一百万元 现在她连自己的房子都卖了 到哪去找她 这明摆着就是逃避债务 不管她姐姐邓丽的死活 最终年迈的老父亲被迫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帮邓丽换胜 对于那个不孝的小女儿邓丽 父亲是又痛心又伤心 没过多久 老父亲就在这煎熬的心情下因病过失 那个没有能够执行的判决 也成为了邓丽心中最大的心病 这值得庆幸的是 法院的执行庭并没有放弃努力 这2015年 事情有了新的转机 由于法院早已经把邓丽 列为私信被执行人的名单之中 因此 当失踪一年多的邓丽 刚刚从国外回国入境 这出入境管理处就把这个信息告知了法院 法院得知以后 执行庭的法官第一时间找到了邓丽 要求邓丽去履行这个生肖的判决 可是邓丽一点都不配合 当天邓丽就被法院依法预议了 司法拘留 可是被拘留以后的邓丽并没有悔改 他反而叫嚣地说 不就是司法拘留吗 最多15天 到时候你们还得放了我 反正我没犯法 难不成你们还想抓我判刑啊 对于这个恶意逃避债务的小妹邓丽 到底能不能够判他的刑呢 法律真的就拿他没办法了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法律知识点 拒不执行判决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规定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罚金 本案中的小妹邓平作为债务人 在得知判决结果之后 故意变卖房产逃逸 致死判决在生效之后 迟迟的无法执行 这个情节非常严重 足以构成本罪 所以邓平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最终法院认定 邓平长期侵占姐姐邓丽的拆迁补偿款 数额巨大 在有能力执行的情况下 恶意转移财产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 依法判出有期徒刑一年 并且在该判决中 继续重申了妹妹邓平 具有继续还款的义务 得到了判决结果的邓丽 不禁有些叹息 毕竟大家姐妹一场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 妹妹邓平也即将刑满出狱 姐姐邓丽知道 这一百万元的拆迁款 这追回来的希望是很渺茫了 因为邓丽曾经好几次到狱中去探望妹妹 她想用心情来感化邓平 可是妹妹邓平却不为所动 看着狱中的妹妹 邓丽是感慨万千 想想当年 这妹妹邓平也曾经是这样的来探望自己 这么多年的姐妹感情 在金钱面前 难道真的就这么荡人无存了吗 现在钱很难追回来 姐妹俩也因此变成仇人 就在邓丽无奈绝望的时候 刚刚出狱的妹妹邓平 却带着一个年轻小伙子上门来找邓丽 并主动偿还欠她的所有款项 邓丽感到很伤态的态度 怎么突然之间有这么大的转变 那个和妹妹一起的小伙子又是谁呢 此刻邓平满怀歉意的 讲起了他当年 拿走姐姐邓丽一百万元拆迁款的具体经过 原来这个小伙子就是邓平的儿子 当年邓平在离婚的时候 这个读中学的孩子没有选择跟母亲 这让邓平是无比的失望 在一戏之下 邓平就跟这个儿子断了往来 这一换过了好多年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他们母子俩再次的相认 此刻邓平才知道 当年孩子之所以没有选择跟他 是因为邓平的前夫曾经威胁过孩子 这恐吓之下 孩子为了保护母亲 才做出了无赖的选择 当邓平得知自个儿的孩子想出国留学 却因为筹不到学费而苦劳的时候 邓平也同样是坐立不安 邓平他为了弥补自己对孩子的愧疚 他很想帮自己的儿子渡过这个难关 由于邓平已经把自己拆迁分到的七十万 买了住房 他手头上实在是没有现金 这想来想去 邓平就打起了姐姐邓立那一百万元 拆迁款的主意 帮自个儿子出国流血 所以他生的是没有能力来偿还 最终他只好硬着头皮扛到底了 说到这儿 邓平是扑通一声跪在了姐姐的面前 气不成声地说 对不起 是我太自私了 我为了自己的母子感情 却扼杀了我们姐妹的心情 还差点害了你的性命 如果不是我儿子的劝说 或许到现在我还在执迷不悟 我对不起你 希望你原谅我吧 这时候 邓平的儿子扶着母亲接着说 阿姨 对不起 因为我的原因让大家都受苦了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母亲 给她一个重拾亲情的机会 其实 当她得知自己的母亲 为了供自己出国留学的时候 居然侵吞了姐姐的拆迁款 整个邓家因此反目为从 在回国之后 邓平还被判了刑 这所有的一切 都让她这个做儿子的实在无法心安 所以她特意赶回国内 劝说了母亲邓平 当邓平听完了小妹邓平 母子俩的这番话之后 她也是泪流不止 此时此刻的邓平 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多少的委屈 心酸 痛苦跟挣扎 就这样在彼此的泪水中洗刷干净 邓平紧紧地抱住了小妹邓平 那冰封已久的隔阂瞬间融化了 大家终于明白了 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比亲情更为可贵的呢 我们说小妹邓平 她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忘却了亲情 变得无比的自私和贪婪 其实金钱固然很重要 但是比金钱更重要的是 人的良知和底线 幸亏邓平在儿子的劝说下 终于醒悟 放下了贪厌 去真诚地给自己赎罪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亲情和人性 好 本期法律讲堂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为了帮堂杰摆脱流氓纠缠 他将流氓打晕 扔进河中 最终这个亡民居然没有死 堂帝面临故意杀人罪的指控 关键时刻 堂杰说出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吴强真的不是他的弟弟 他就是吴美的孩子 堂帝变儿子 是缓兵之计 还是另有隐情 仇人竟是生父 明日播出 明日播出